走春的時候呢 要先往東邊走 往東邊走 有 我聽過 就能夠諸事大吉 如果說你走錯邊 可能就會遇到一些下降的平靜 那想必我去去走到西邊 新年快樂 紅包拿來 過年紀初太人了 又到了我們一年一度的新年啦 新年到 讓我們成功 我們今天都穿紅色啦 那每次到新年的時候呢 就會有很多禁忌或洗衣 不要注意 因為我們年紀也大了嘛 一年小孩子的時候還好 現在什麼都很避諾 還要講幾張話 學生族群還是很多之外 應該有很多上班族 或是剛出社會的人 不曉得有些過年的習俗是什麼 那我們今天就把一些競技啊 或者是一些招財的 好運的方式 賣出來給大家 沒錯 就是一個完整的懶人包 過年呢 大家都應該知道說 一定要 大家應該比較在意就是說 怕不及不小心觸犯哪些競技 對不對 那競技其實有分很多 就從除夕 然後到初五都有競技喔 欸 每天都有 一定有些人會誤財到 對不對 過年怎麼活那麼辛苦 不會啊 除夕的競技有什麼呢 除夕其實比較還好 除夕大家都知道說就是要怎麼樣呢 吃飯圓飯 讓你就是家人聚在一起 除夕是最好領家最全的時候 對 年夜飯之後 就是長輩 然後你放紅包 對 長輩 現在是最好包紅包就吃好了 沒錯 這除夕的時候是 吃飽了趕快去把錢拿出來 對 錢花最全門時後 他們就會說 阿淨 可以先玩紅包 悠悠姊姊我吃飽了 明天快樂 要算年快 20歲 而且現在發紅包還要說 早是想要客廳 對對對 要隨便 以前都要自己想半天 要初一的競技其實是最多的 初一的 首先初一大家的競技印象什麼呢 要穿新衣服穿新鞋子 好就是一定要穿 沒錯 一定要穿紅色的衣服會有助於 今年的財運會忘後 那初一就會看到我們穿這樣 沒錯 那我等一穿完了 那初一走吧 再買一件 再買一件要穿 今年試試看 搞不好今年的業績會越來越好 沒錯 走春的時候呢 要先往東邊走 往東邊走 對 我沒有聽過 就能夠諸視大吉 如果說你走錯邊 你可能就會遇到一些下一個平靜 可能是廠商說OK 然後突然就取消了你的工作 那想必我出去走到十邊 初一呢非常非常忌諱 就是叫別人名字 初心啊 叫別人名字 吹人家幾乎 我剛才會說是不能叫他幾乎 剛才在吹出他這一整年 他就一整年都會 他一整年都會被主管啊 吹出做事情之類的 我一定是我媽吹人家 吹人家 沒有也許是你這二十幾年都很土啦 第二點就是說 跟還在睡覺的人拜年 這會影響到喔 意思是怎麼樣 有可能啊 有可能啊 如果你在睡覺 這樣也不行 這個意思是說 讓他今天一整年都躺在床上 有很生病的意思 噢 噢 所以怎麼樣 苦心的天 睡覺記得翻鎖 不要讓人家緊記了 然後這種細節文字就一定要寫出來 沒錯 絕對不要讓人家這樣睡夢中 叫你喔 這樣可能會有不好的意思 太怪 你會不會活得膽在幾乎 他現在很可怕 而且他們的病床上 好可怕 好可怕 破啊 然後破死啊 病啊 那種小講是不是 不好的話 在初一的時候 一定要避免 例如說什麼 累死的 煩死的 有完沒完啊 因為過些年要講好話 你說很累的話 很累可以 不能累死我 你可能就不生意一點 也不能說很累 盡量不要 你要盡量正向我 我好疲勞 然後再就是說 剛好說到不能 不要睡午覺 然後也不要睡過頭 很辛苦 也不能吵架 而且熟悉還有手睡有沒有 晚睡然後又要走睡 很辛苦 避免使用刀具 刀子啊 剪刀等等 他會讓你招來補必要的紛爭喔 過年怎麼樣呢 你千萬不要欠錢 也不要給人家 過年欠過年 最好是儲信前幾天 就把債務還掉 這要特別注意 是因為很多人 過年會打牌 不要跟別人借錢 因為你可能會影響到 你今年的運勢 不要借錢之外 也不要討債 所以如果你是經營討債公司的話 先收價兩千萬 因為我們的Rage很廣 我們粉絲受眾很廣 也是喔 如果說你經營這塊行業的話 你也千萬不要討債喔 因為這很會影響到 你今年的業績喔 你打碎完 還要什麼 立馬說 是在這裡 把它劃貼掉 要不然你今年的運勢會有影響到 再來是 初一其實不能打草家裡 你們知道嗎 雲龍不太棒了吧 初心全是會打草完 沒錯 你這樣拚起來初一 就是躺在那邊就好 有什麼都不要動 你不能躺在那邊 不能躺在那邊 不能躺在那邊 不會認為說初一洗頭洗衣服 會打你的財氣給你洗掉 好 你的財運都被洗掉了 然後大臉初三再洗會比較好喔 會搭兩天 沒錯 難怪初一要穿新衣 可以穿兩天 沒錯 那怎麼辦 你們就會有乾洗髮之類的 之類的 然後你打出來 乾洗髮業配 乾洗髮就修這件 是今年分審的這些規律之後 就有乾洗髮的業配 大家加油 如果大家有怎麼樣呢 就是回娘家 還有雞敗 沒錯 像我就非常遵循 每年都一定要在初二時候 拜土地公 因為這非常非常的受歡迎 我跟妳說 台北是中山區的土地公 我愛你 像說回娘家 妳就只能拜 我會回家一的時候 我就拜那附近的 可是我一回到台北 我就立馬去跟我這區的 土地公企業 想說抱歉 因為過年我回娘家了 可是我還是有惦記著妳喔 妳希望不要忘記我 勿忘我 拿花那個 拿花那個 勿忘我 初三的話其實不適合外處欸 大家都會走春的說 有點像那種三天兩夜都在外面 對啊 這個故事好久之前喔 因為這天是老鼠曲情的日子 沒有印象嗎 好像是你自己過對不對 沒有 是S 大忘記欸 大忘記欸 然後還要閃過某個媽媽講歌 對媽媽講故事 然後圖書館阿姨就講過 對對對 初三是老鼠曲天律喔這樣子 初四的話呢 是公迎我們造神的到來 其實初四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 禁忌是出遠門 所以初三初四都不能出門 可是我覺得很難欸 真的很難 可是我後年已經出院了 初五的時候很重要 因為初五是 拜財神的日子 對 財神到 登登登登登登 開公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們都一定會在初五的時候 就是開市好不好 因為開市可以大發力是 一整年 然後滿一整年欸 一整年 還有很重要的是 開公園包 謝謝老闆 當然我就是在挪用一下鬼牙的資料 我要打掃家裡把垃圾送出去 俗稱就是送窮出門 就是把窮飛開這樣子喔 然後初五也是不能吵架 其實我覺得過年期間都禁止吵架 而且因為我覺得滿重要是 大家團員在一起 其實很難得了 張的和氣其實也會影響到 今年的運勢喔 好不好 講完我們所有的禁忌人 能夠避開這些 就能夠今年順利嘛 可是我們還是來講一些 招財的 招財的 招財公園 首先呢第一個 就是說我們收到同胞 不論說是長輩保可靈的 或是說可能老闆發的之類的 新超呢 千萬不要立馬拿去存 你們知道嗎 真的假的 你要到初五之後 才能刷嗎 才能把它存到你平常用在戶頭 好存 讓你今年的那個財 就是這樣在你戶頭裡面 拿出來 增更多更多的財出來 然後如果說你要花的話 沒有問題 一定要留一部分 整齊平整的放在戶頭裡面 讓你就是有你部分手材 然後部分讓你繼續的流動一些錢 再來是如果說 你有去一些廟宇裡面 求一些錢母 就不是不能花掉的 正門口進去的 左或右邊的是屬度角 所以你家的財位 然後這樣置高 不要放太低的位置 除夕睡前呢 可以在家門口撒錢 讓你大年初一 一起來就見財 對 所以你除夕夜睡前 在家門口放那些錢 會不會偷 對啊 會不會偷 你去年回去聽聽 阿嬤家怎麼撒在那邊 沒有用嗎 應該台北的家先賞 沒錯 他是建材這樣 大年初一讓你建材 然後再來就是呢 過年穿紅內衣 紅內褲 是真的可以招來好運的 而且聽說是 財運方面會比較恨 他們都會穿紅內褲 很多人都會不信心想說 阿我平常就喜歡穿黑色 還要特別去買一件 很麻煩 很麻煩 你知道我惹到主管 更麻煩 對 除了紅色之外呢 其實 黃色系的衣服 也有助於招財喔 黃色系是直接針對你的財 你的事業有助於 地馬性的提升 這樣子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顏色 你們猜一看什麼顏色 紫色 不可能吧 非常火紅的就是大地色系 欸 舒服了 因為其實大地色系呢 在我們的五星裡面 是屬於土嘛 那其實土是有助於生 金 喔 金 OK嗎 金 所以它可以讓你聚財 可以幫你守財富喔 我原來就像冰冰哇哇哇 欸 哇哇 大家不要忘記喔 過年那幾天呢 就是穿紅色黃色跟大地色系 是最好的選擇 如果說你看到什麼 其他人穿一些紫色的 就是頭笑 大家就好了 對 過年以前那時候 一定要去安太順 如果說換穿的 你一定要去 可是像我這種 不管是多邊 我都一定會去安 這個時候阿嬤就很重要 真的 稍微幸運一點 我就覺得說 一定是我的光明燈 照亮了我 OK 如果說你們想要被照亮的話呢 音樂頻道是你最正確的選擇 我們就是你的光明燈 對 如果有些睡眠問題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我們網網推出的這個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上一包 就可以讓大家清爽無負擔 告訴大家在哪裡購買這個地方 有我們QR Call 小瞄一下就可以到快點購網站上來購買 這裡有我的推薦代碼 CTI321 邀請大家多多支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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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